新冠疫情最新綜合報導 美國死亡人數碰慢 英國首相病情惡化送入搶救 灣區今天新增172例新冠肺炎確診 Santa Clara縣今天新增17例 Contra Costa縣新增31例 其中一家位於Orinda的老人院 一共有27名長者和22名僱員確診 三藩市新增15例 根據佛普斯金大學的數據 美國確診病例超過36萬 死亡人數是10780人 加州州長劉森今天宣布 借出500個呼吸機 被聯邦派送到最需要的州份 今天紐約州長國安和表示 對於疫情有謹慎樂觀的態度 紐約新增死亡病例599 數字終於不再急劇增長 不過他依然強調 目前紐約的醫院已經超出了可以負擔的範圍 聯邦眾議院發言人Lancy Pelosi 今天與民主黨眾議員開會時表示 聯邦下一個經濟援助法案會超過一兆 之前反對再次通過救濟法案的參議院領袖 共和黨參議員Mitch McConnell 也轉而表態認為需要再有聯邦救濟法案 今天總統特朗普宣布 口罩製造商3M公司和聯邦達成協議 未來幾個月會每個月為美國生產5,500萬個口罩 之前總統特朗普批評 3M公司將口罩出口違反國防生產法 但是3M公司上星期表示 過去幾個月公司一直在盡力為美國市場提供足夠的口罩 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病情家重今天被送入深切治療部搶救 目前由外加部長站待首相職位 不過首相辦公室聲明指Boris Johnson依然清醒 天下衛視記者梁里拉報導